我们今天做一个风味换面的三杯 三杯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味道 因为我喜欢Bezal,我喜欢萝辣,我喜欢九层塔塔的味道 但是要做到一些新鲜的Fresh Herbs 这些香料去做真正的无添加 不单是面无添加,而是酱包无添加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真的花了差不多一年去研发这个 如何将酱包无添加,然后再大量生产给大家 这样煮面吧,大家知道大家的方法 但是我的方法是一个水滚到这样的时候 打开 计时差不多四分钟 有些人家里的火候没有那么吵的话 可能要长一点拔,你可以一直测试的 这里是我北京的一个风味的实验室 其实我们在这里做研发,做很多分享,做活动 现在还未开幕,我们正在试炉 这个三杯,我刚才说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味道 但是原来在一个即食面的概念底下 这个基础底下要做一个九层塔的香料出来 是很难保留那个所谓的风味 就是那种香味 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材料 其实没有其他的办法 就是用一个很适合的温度 还有很多很多的真材实料 就是由姜葱蒜,去到酒,去到酱油 一般的酱油 其实可能是经过很多很多化学 去做出来的 在差不多一分半的时候 然后,当水爆到这么白的时候 我喜欢点一小碗水 那那些泡泡是会不见了 因为那些淀粉不断爆发 我会盐那个面不够弹的 那会会腍的 点了水之后,它静止下来 就没有很多了 其实面呢 你拿一条出来 去一捏它 它断得很利落 没有多余的淀粉 对我来说就是刚刚好 好,好,好 未熟集这个实验室 因为如果它有多余的淀粉 对我来说就不是 即是那个蛋牙的程度是不对的 拌面 拌面最重要是拌汁 不是拌这些水 所以呢 差不多的时候 我这个火 已经比我香港家的火 是大了 所以现在其实还差 还差一分钟 才到时候 我都可以了 这些水真的要 干干净净 不然呢 你就不是拌汁 是拌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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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所有东西都是 就手 你立刻可以拌得到 不然呢 你 很多人说 为什么拌面 好像拌完之后 冻了 那你 搞这些 那当然了 还有呢 有些人会觉得 是不是 醬油多了 是不是 汁多了 为什么碗底 好像有很多汁 因为你如果没有去过干些水 连起来 面还有很多水的时候 放进去 那当然会濕滴滴 所以麻烦你们 真的过得干干净净 那你的底部 就不会浸了很多汁